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时候,家里有一张椅子 让我坐在上面看电视的是他 让妈妈在上面放脚,休息的是他 让爸爸坐在露台吸烟的是他 他每天都很忙着应付每个人的需要 一直一直下去 直到有一天真的不行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用尽一切办法留住他 原来平洲有一位张伯伯 专门帮人修复破损的古董家具 和中国工艺品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 但他的女儿Celine也是他唯一的徒弟 Celine承传了的不是爸爸的手艺 而是承传了爸爸对中国工艺的热成 整理好之后,心情就很快乐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给他那件事有第二个生命 我爸爸也这么坚持,这么努力 我是他女儿,不可以让他看的 最重要的是,你拆掉它,有些粉在里面 它那些胶水一粒就有些粉 拌好它就粒了 现在修复就不是难 因为有些材料好,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想这样修复,修复不了的 就像头巾那样,你不弄好它 就整个弄上了 但是我现在弄好它,差不多跟没难的一样 张伯伯自小就很喜欢中国图艺 六十年代尾的时候 因为移民的考虑 而正式拜师学艺做图词 那时候开始又说香港不行了 那些人就移民了 总之要学一门手艺 去到外国,私人都是生活 报纸卖,圣像那间学校 教一些年轻人做图词 我们的思想都是喜欢艺术 所以很喜欢 和那些师兄弟合在一起 不能脱脱的 你就是你的圣像不开好 我们自己也出去做 后来,尖沙咀星光村开幕 张伯伯被邀请在那里开档 表演做图词 自此就正式踏上工艺这一行 七八十年代 香港百业兴旺 张伯伯的中国工艺股东店 也开完一间又一间 那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手工艺术很喜欢 特别是美国 那些领事 天天都走来帮衬我们 很喜欢 另外一方面,政府的那些议员 开完会之后就走来帮衬我们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做得挺好 我们就继续做下去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 随着香港的经济环境转叉 租金又急剧上升 张伯伯决定只保留 官堂和平洲两间店铺 张伯伯也在平洲 开始自学修补古董家司和工艺品 中上环荷里活道摩罗加这一带 就是张伯伯以前经常留念偷私的地方 你好啊,好可爱 你真是看到点漂亮 他自己买来又慢又翻 又买来又修丛又学习 他很特别的心体 我说一句 我十几岁就在这儿大了 差不多那里就当是自己乡下一样 这套很亲切感的 觉得爸爸的脚毛 开玩笑 爸爸的脚毛都在这儿 气味都在这儿 为什么你老有记一些 都差不多了 很多都转了名 转了名 转了名 是 是 那些老东西 很多都不在这儿 是 是 那时候的修理就在这儿修理 过去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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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来到摩尔街这一带 他就好像是一个小孩 看到很多心海的玩具 整个人都醒了 然后有很多话说 变了另一个人 所以我都会很深深被他感染得到 被爸爸的热成感染 Celine十年前开始接手打理爸爸的古董家司生意 我小时候已经要帮爸爸看店 我当时在大学当时是学生科学的 完全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 毕业后也有做不同的工作 后来由于爸爸妈妈年纪大 其实当时也在想着 究竟会继续工作 还是帮爸爸妈妈忙 為何爸爸有這麼簡單的快樂 很滿足,覺得他很開心 讓他吸引到 想想,也幫他們全職做 媽媽反而在生意中 解釋怎樣做 爸爸比較新教 他不會指著怎樣指點你 或者罵我 本來我們自己的貨 從小到大有一個環境去培養我 他一直教我 他買貨的藝術角度會影響我 因為完全沒有藝術底 要看多些古董教師書 還有歷史方面 也要吸收多些知識 在公餘的時間 讀了一個室內設計的課程 就可以解釋得好些給客人聽 客人會對我有更多信心 Celine的那些圖 還有全屋的傢俬 都差不多了 和爸爸不同 除了買賣古董傢俬之外 Celine也會幫客人訂造仿古傢俬 間中也會和室內設計師合作 現在都慢慢流行 都會有 例如年輕一點的 會找一些中式的傢俬 或者一些仿古的傢俬 這樣就配合現代的設計 都是比較仿古傢俬 比例會比較多 因為始終舊的古董傢俬 那個來源是課源 是很有限 買一件又沒有一件 好… 沒有去平州 都是一年半年左右 其實自己的心都很悶悶 都要上去 為甚麼呢 你去到平州 收你的舊傢俬 或者客人 大家聊聊聊天 很快一天 對吧 好… 好… 平州的人 好像大家都是鄉里 所以有一種… 給你一種歸族 當作是自己鄉下的 不知為何 總是… 舊東西有點懦戀 好像這樣 破爛了 我自己收拾帽 我… 我… 你不說 你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我爸爸都懂得修補陶瓷 或者修補傢俬 深刻印象一點 在長洲那邊 有一個外籍人士 他拖著一些懶的木頭 過來一堆 他說 這是甚麼 原來那堆懶的木頭 就是酸枝的桌子 一張散開的酸枝桌子 之後我爸爸就用了很多心機 很多心血去做 就把它做到很漂亮 他看到… 很神奇 那些外國人覺得 嗯… 爸爸來到店鋪 他就沉醉於他自己修補的世界 那完全… 甚麼都不知道 修復了一件事 他覺得那個意義很重大 就是不會隨便放棄了一件事 好像現在那些人 那樣 爛了一點點就扔掉 但是他覺得整理了 心很安樂 打擾你 不要這麼說… 慢慢… 小心… 隨便坐… 隨便坐… 你當自己的家一樣就可以了 當自己的家一樣 當自己的家一樣 因為他有很多東西幫你買 是啊 這個米桶也是 那些米桶 舊錢呢 買的米呢 沒得秤的 被一個米桶裝著 一斗… 一斗… 多少錢一斗… 斗是四方的 我覺得買舊東西是講 你對那舊東西的認識有多少 其實我一路認識 張伯伯就說 他教了我 怎樣去看一些舊的東西 其實我這個絕對 真是欣賞阿Seline 因為始終買一買這個舊物 其實是不僅止他做生意的角度 其實對於保留 活化有另一種理想的要求 因為很多時候買東西都會講價 我經常跟Seline說 算便宜一點 Seline就說 好吧…我買給你了 因為買了一件東西給你 起碼我可以看得回來 對… 如果比較熟悉的客人 又知道他 知道怎樣擺得漂亮些 如果有機會 我也可以借一些意料 可以看看 你這麼漂亮 那心情就好像好些 其實都會是自己騙自己的 所以算便宜一點也有原因 都是好像一個使命感 爸爸有一個使命感 他將那個使命感 交給我 是有多少壓力的 但是很自然 你就覺得 嗯… 好像我一個生活的一部分 這樣將這個使命感 繼續做下去 第一次入平州 好…你有甚麼玩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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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們補這個金箔 要準備些甚麼 是 第一,我們要這樣 給些些乾油 油 油了下去 之後 立刻粗入不可以的 要乾 而不乾之間 這樣粗入就好 沒有甚麼秘訣 你放些金箔下去 然後你給些乾的筆 少滑它 但它乾了就可以了 那些雞不乾的呢 好… 然後我給些金粉補回去 好… 好… 可以修補這些東西 你修補它 差不多 新的樣子 就是給它 第二次生命 真爸爸 是 我可以試一下嗎 留在心裡 我就明白 為何爸爸說 給它再重生一次 那種感覺 又經常有機會 去給別人 或者去給其他物件 多次機會 對個人的心理很健康 在那一刻 我曾經有一個美麗的 組織的 秦殷兵士 小型紙 但幸好 他們被搭配 所以我買了他們 然後 先生就把他們 再重新 在一種方式 是非常勇敢的 是很榮幸 找到 那些仍然有些人 貴重新的美麗的物件 從過去 他們都願意 照顧著他們 非常愛的 復活地 我們一輩子 都不懂得生性 都不懂得生意 都喜歡玩 那就很開心 又可以做這些出來 有工藝 我們就開心了 對 張伯伯這份工藝品的熱愛 今天就由女兒 Celine 摺棒承傳下去 寶王 這兩道不同顏色 對 原本的鼻蓋和手 是沒有的 是 我爸爸就用他的想像力 去想回 究竟形狀是怎樣 補上去 喔 難怪他經常躲上 這麼多東西玩 做完很有滿足感 麻煩你 這個櫃子 這個櫃子 那些 執邊 圍邊 發白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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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些 金都掉了 但是呢 我就不想 油到它 很亮亮的 即是保留那些舊味 如果油到好像很生硬的 那些金 就好像很怪 可以 雖然接手爸爸的生意 但是在修補家具方面 Celine還未學滿師 仍然要靠其他師傅幫忙 沒有新人入行 這一行都比較冷滿 就算你想學的途徑也不多 最往應該是在80年代中期 至大陸開放之後 才開始有些家具出口來香港 現在開始釋味 因為本身古董的傢俬越來越少 人們收藏 人們也不會再拿出來 我很喜歡舊東西 每次拿舊東西 都會看看上面的花痕 然後幻想這些花痕背後 有什麼故事 其實每一條花痕 是代表舊傢俬最漂亮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 就是代表他和主人一段又一段的經歷 這些東西是身家私給不到的 那作為第二代承接爸爸的生意 你會不會很大壓力 不多不少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爸爸就不會給壓力 其實是一個情字 那個情就是我和爸爸媽媽的感情 變成一家人就更加close 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我們家裡的關係是… 即是…出奇地結束 全家人都喜歡工藝品 我爸爸每天回家 他基本上都是很投入地去做 他有一些藝術創作 我有印象就是有一次打八號風球 那時候我想幾歲左右 爸爸帶我去工廠 做他自己的東西 我穿著拖鞋 拖鞋就飛了出去 因為太瘋了 他一開始做生意的心態 已經不是為了賺錢 只是希望可以和一些有興趣的人士 分享他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Celine 也傳授了我爸爸對藝術的愛 和我爸爸一樣的發燒熱情 我們從小到大都在這盤生意長大 我們很明白裡面有多少辛苦的事 所以Celine做我們覺得她是女超人 所以媽媽經常說Celine很偉大 她經常用偉大利用她 糟了, 如果她這樣說 我真的要堅持 如果不堅持, 那就不能唸戲 這盤生意不是容易發展的 是需要很多心力去做的 所以我也希望她可以 把爸爸多年的心血發揚光大 而且我也希望她可以在裡面 找到她自己的天地 令她自己生活得開心一點 謝謝小弟 謝謝… 今天來送貨 有時候我也會跟送貨 尤其是這個項目比較大型 我們會跟得仔細一點 我已經來過很多次了 前前後後都送了 差不多超過100件貨 這個項目是我接手以來最大的項目 當中是超過100件的傢俱 燈飾、擺設 裡面有些是花生傢俱 仿古傢俱 又要設計、畫圖、量度尺 又要上去大陸跟進 每一個細緻都要跟得很小心 我覺得自己完成了一個這麼複雜 這麼大型的項目是很有滿足感 覺得好像去了另一個階段 接下來很希望 一直繼續爸爸的生意之外 也很希望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設計一些自己的傢俱 或者其他擺設 希望在香港的家具潮流裡面 寫一個新的一頁 三、二、三 Celine這份工作的投入和熱情 不僅承傳著爸爸的理想 還同時維繫著兩代人之間的感情 經過十集的香港故事之後 我發覺原來你很熱愛一件事 你而得把你懂或不懂的東西 都教給了一些有天分的人 我很慶幸在我人生裡 我都遇過很多願意栽培我的師傅 我也很感激 十集中遇上的每一位師傅 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None of the day None of the d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